今天先來看一下我前兩天寫的一篇文章 有看過了嗎? 有些人有瞄到了 但是我應該沒有講過了 我前兩天寫的這一篇文章我覺得 應該有不少人看到 我覺得主要講是它引起一些爭論 我覺得這一些爭論對各位來講 目前可以看一看參考一下 你們這一屆大一還是交C和C++ 是交C吧 你們這一屆是交C對不對 這一屆的大一 你們這一屆大一的時候交的是C 我們的下一屆變C++ 對你們的下一屆變C++ 然後呢 現在的這一屆大一的是交交 JavaSquid 所以我們在四年之內換了三次 換了三種 那C和C++其實比較像 所以不能說徹底換掉 但是我這次換了JavaSquid之後 就變動很大 OK 那我也是為了覺得應該把JavaSquid 為什麼 你們現在專題已經用過JavaSquid 我是覺得JavaSquid跟C 學起來的話 C法比較難 C比較難 對啊 JavaSquid法比較像是入門在學的語言 嗯 對 因為比較簡易 不像C那麼複雜 雖然JavaSquid也有一些很奇怪的部分 但是如果把那些奇怪的部分先排除的話 其實它簡易的部分是很簡易的 那如果你要全部都很簡易的話 可能Python是比較適合的 所以很多人用Python當第一門語言 不是JavaSquid也不是C 那如果你去問很多資工系畢業的人 然後問他們的時候他們會 我應該第一門學什麼語言 他們應該會告訴你C++ 其實蠻多的是這樣子的 對 但是呢 其實這個是害死人 你們覺得嗎 我覺得這個是害死人 為什麼 多於大部分的人來說 C和C++基本上是最難的語言 因為它是一個最底層的語言 那你今天第一門 你就叫他學C和C++ 那不就好像是一個 從沒有登山過的人 你叫他去攀登聖母宮一樣 可是比較C和C++有它的道理是因為 它的顏色比較廣 因為很多地方都會用到C跟C++ 因為它差不多的東西都會用到 是啊 可是這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們說因為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對啊 所以我們要把它放在第一門課來教 怎樣的邏輯合理呢 不知道耶 哈哈哈哈 這個東西很重要沒有錯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第一門課來教 應該是他們的邏輯是這樣吧 以前的邏輯是這樣 那 這個就沒有考慮到你學習難易度的問題 OK 它很重要沒有錯 但是它適不適合放在第一門課來教 那第一門課你用這麼難的語言把學生都打掛了之後 這些學生四年之內他還能學會什麼東西 大部分的人在第一年就被打掛了 從此他完全上私自信 也對啊 因為其實大部分上大學會讀職工系 應該有七八成是第一次碰 就是第一次碰語言這種部分 所以好像說的也是對的 這是幾乎七八成的被打掛 對啊 那為什麼我們的量率這麼低 台積電的晶圓場量率百分之九十幾 但是我們大學的量率到底多少 大學職工系的量率多少 我們現在培養出去的學生 在業界人家怎麼看你 業界的Programma城市設計 城市人的需求強會強 強啊很強啊 問題是他們一直抱怨沒有人才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真正的人才薪水太高 OK 除了這一點以外 找不到人才 為什麼每年吃東西畢業這麼多人都不是嗎 應該是有很大部分不走這一塊 對為什麼不走 應該是因為 不知道基礎沒打好 所以量率太低嘛 量率為什麼低 當然啦有一些他本來就不想學 那量率自然低 可是 除了不想學以外 第一年的程式設計用C和C教教 我覺得 是量率低的原因之一 不是啦 就是把一個過深的語言 擺在 就是第一門要教的語言的話 嗯 應該是信心問題吧 對啊 因為 你要學一個語言的話 你一開始就是建立一個信心 只是要給他一個好的印象 才會 才會繼續學下去啊 哇一開始就那麼難了吧 應該就 應該就 那個信心了吧 所以其實我 我一直 在大一的時候 我有時候 或大一大二 我有時候會跟同學講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程式沒有學起來 你要嘛就是 下決心 趕快找他學起來 要嘛你就轉系 這是我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認為 因為你程式沒學起來 你在資工領域 就是被視為 你根本就沒有專業 那不轉系能怎樣 那等到你四年畢業之後 才被人家發現說 你不會程式 那 那會比 轉系好嗎 也是有一些 不轉系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 沒有一個確定 就是他們的興趣到底在哪 對 對 大部分是這樣啊 就是不敢轉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不知道到底要轉到哪個科系 是適合他的啊 因為 因為從以前 從以前就是 從以前 國 就是國小 國中高中 都是 讀書來 而且 而不是選擇你 你是喜歡哪個科系啊 是到大學才開始 就是 有很多科系 但是其實還有更多的問題 不只這些啦 譬如說 是我們老師的問題 我們老師不會教 教的東西 又不是現在的 趨勢 市場上面 就是你 你學出來之後 馬上可以在市場上面用的東西 對 那為什麼教CNC++ 其中有一個道理是 因為老師會的就是CNC++ YES 為什麼 因為 二十幾年前 三十年前 大約三十年前 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們學的第一門課是Pascal 第二門 第二門程式之後就是CNC++ 那 所以這些人都會CNC++ 那他現在教你什麼 就是二十八年前我們學的那些東西 我們現在教給你 嘿 資工領域二十八年前 就是 阿爸因為在上的時候 幾乎都是 老師的講 幾乎都是 比較客製的話就是沒有 就是像是 寫語言啊 好像就沒有什麼 新的東西之類的 就是一些比較舊的東西 拿來教 其實C不見得要很新 其實C一直是一個 不算很新的語言 C++ 是稍微新一點 但是沒有很新 就以C而言 C在1971年72年就已經發展好 從此的變化 並沒有很大 所以即使你拿四十年前的程式來看 你都會覺得 他其實不會很弱 你可以把 譬如說第一版的Units Code 拿出來看 寫得很爛吧 不會啊 不會啊 因為那時候已經寫得很好啊 所以 C這個語言 是不太過時的 很少一個語言 經過了四五十年 居然沒什麼改變 C就做到這一點 你看現在誰在用COBO 誰在用Portrait 有啊 Cobo 大概銀行裡面還有一些人在用 Portrait 已經越來越少了 所以被C取代掉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在我大學的時候 還有人在用 而且我們還學過 不過後來就很少人用 那 比較新的語言 後來像Java VB C-sharp 這些都比較新一點 但是更新的語言 像 Kerl Python Ruby 這些 反而大一 的 施工系的城市第一門課 在台灣 我的感覺是 很少 學校 是從這裡開始 很少學校 是從 Kerl Python Ruby JavaScript 很多學校 是從 CNC++最多 再來可能是Java 或者C-sharp 或VB 但是 其實你從VB入門也很好 也是很好 VB是一個很親切的語言 而且它可以寫視窗 而且 VB 業界都能用 對 那 C-sharp也是 可是 業界都有在用的 那個是 有啦 其實像 進隆他們去實習 不就是用VB 所以現在的業界 很多還是用微軟的系統 只要用微軟的系統 不是VB 就是C-sharp 就只有這兩種而已 那很正常 那也沒什麼不好 其實你從VB和C-sharp切入 是 是算一個 一個 可以直接切到應用的點 但你從C和C++切入也沒什麼不好 它可以切入到系統 什麼系統 作業系統 遷入式系統 系統層次 C就是寫這些東西啦 不然拿C來做什麼 你會拿C來寫Web 網站嗎 你會拿C跟Node.js來做競爭 或Ruby on Rail來競爭嗎 你會用C 是可以寫 只是今天贏不了 你會用C來寫視窗程式嗎 跟VB和C-sharp做競爭嗎 很少 其實C可以寫 C++可以寫 你可以用QTR 但是你們學了C和C++之後 有誰會用QT來寫Windows程式嗎 幾乎沒有 對啊 所以 當你 C和C++學了之後 絕大部分的人 沒有去碰視窗 沒有去碰網路 從此就打住 打住的結果是什麼 這代價很慘重啊 等到你們 我們C上還好 我們二年級還教了視窗 你開始學C-sharp 開始知道說 原來程式不一定要那樣寫 可是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 一定要在前一年 花了一整年的力氣 在C&C++身上 那這一整年你都沒有做出 可以應用的作品來的時候 你對程式語言的信心是怎樣 好 那很多同學到了三年級 才會說 OK 因為要做專題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 趕快把程式弄熟 為什麼不是在一年級就把它弄熟咧 為什麼是三年級 我要做專題的時候 我才來弄程式呢 如果今天一年級你就弄熟的話 你三年級就不會那個 專題的時候這麼大的問題啊 當然 並不是說一年級就只學 比如說應用語言啊 可是 入門第一門語言 你就打上最難的語言上去 勢必造成一個很坎坷的學習過程 一年級好像你有教我的網頁 只是 瑞馨好像教的不是很好 一年級的網 他有教HTFL 可是 幾乎他教的大部分 應該是大部分人幾乎都沒有學到什麼 就是把它當成寫網頁而已 可是這個網頁基本上又不是以JavaScript為主的 是以HTML為主的 JavaScript只是稍微做一點小動作而已 OK 那這樣子的網頁語言 其實像JavaScript它現在是一個很強的語言 那 只會寫網頁的小程式 其實網頁只寫前端也可以寫出很多東西了 可是問題是大部分人沒有盡力去發揮 前端其實現在已經很難了 甚至有人說前端的複雜度每年都要增加兩倍 那前端其實現在的技術已經很難了 已經不再是過去那種就是說 我JavaScript只是為了做出功能表而已 但是 現在一年級就算你寫網頁設計的課 很多也只是為了做出功能表然後就結束了 那 What's that plan? What's that query? AGS 對啊 AGS一定要Server端配合 所以像我這次一年級開的時候 我的Server端我打算在E下開始 因為E上的話我先把語言和Cline端解決掉 語言和Cline端 語言就得交半學期了 Cline端再一點 對 其實不是以前到為主 而是語言的部分我是用Node 因為Node不需要加入網頁的其他語法 它就可以寫了 所以它可以回到一個很純粹的JavaScript的情況 那你一下子就把網頁掺進來 會搞問題 這也是為了降低難度 就好像為什麼不第一個交C和C++的原因 也是一個道理 就是第一個我們從最簡單的帶出來 其實第一堂課我還不是這樣做 第一堂課我還把難度再降低 降低到什麼程度 第一堂課我們給大家第一天的課就是 Code ORG 裡面有一個one hour code 是憤怒鳥抓珠的 然後我們給大家練習那個二十關 二十關的憤怒鳥抓珠 結果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意外 但是也不算太意外 因為我給我兒子做過 他們也都做得到 雖然他們中間卡了一些關 但是解釋完之後他們幾乎都做完了 那是什麼呢 因為那個one hour code 其實本來就是給小孩玩的 好 現在我拿他來當大一的第一堂課 結果 大部分的同學 在一個小時之內 就把二十關通通都做 對 大部分的人 一小時之內就把二十關做完 其實我自己去做 我都不見得一小時 可以把二十關都做完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 已經學過程式的人 會覺得這樣子做很奇怪 這等一下我們再看一個 另外一篇文章 那反而我們做的不見得 一小時都能做完 結果同學在這邊 可能另外一個是他們 可以問旁邊的同學 那我是自己做 那就發現說 他們其實很快啊 絕大部分的同學 一小時沒做完 三小時之內也都做完 很多都大概一個多小時也做完 但是幾十分鐘就做完了 那當你有辦法在一小時之內 學會那二十關的時候 分路鳥抓住的二十關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學會了什麼 其實你已經學會了 第一個 它裡面所謂的變數就是 只有兩個 一個是分路鳥 一個是豬 另外一個是路上的那些物件 到底是 格子是空的還是滿的 有石頭還是沒石頭 就這樣 好 這些是物件 物件在程式語言裡面是什麼 變數 好 接下來第二個 他說 如果前面有路 就往前走 這個是在交什麼 否則的話我就左轉 這就是在交以伏爾斯 所以我們根本就沒有交以伏爾斯 他們在一小時之內就早就學會以伏爾斯 他們當時都不知道 什麼叫以伏爾斯 但是其實他們已經學會了 接下來呢 他說 因為你不只走一格 只有以伏爾斯 只能走一格 那你要一直寫以伏爾斯 不行啊 程式會很複雜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它就是一個 當什麼的時候我們就怎麼樣 那就是壞喔 對不對 當前面有路的時候我就往前走 否則的話我就左轉 這不就是壞喔 那當你把這些都學會之後 你還剩下什麼 剩下函數嘛 函數一旦會了之後 其實你 所有層次都可以寫了吧 傳統沒有物件導向的 層次元像C 沒有物件導向啊 那 就只到這裡而已 就只到這裡 衣服 回圈 函數 沒了 總共只有四種東西 變數 衣服 回圈 函數 沒了 就從憤怒鳥抓住的這個 one hour code裡面 已經把這個幾乎完整的交代了 其實 我發現它後來其實已經有 加入函數的概念 可是不是在one hour 在second hour之類 就已經做 就已經學完了 一小時學完耶 但是為什麼這個一小時大家都很輕易的學完 但是四年卻學不會一個程式員 但是四年卻學不會一個程式員 這四年到底在幹嘛 我覺得我們老師很失敗啊 很失敗啊 失敗在什麼地方我們都不知道 一小時可以學完寫完 而且不是學完 是根本沒有人教的情況之下 他自然就會 我沒有教 我幾乎放下去我就完全沒教 結果全部都學會 但是我努力教努力教的結果呢 全部都學不會 這出了什麼問題 這出了什麼問題 到底one hour code跟 跟c或javascript裡面 落差到底在哪 還是說 還是說 是同學自己本身 的問題 還是說 方法的問題 學習方法的問題 還是說 學習態度的問題 所以 我覺得 其實大家應該都可以學會的 可是 最終我們的良率非常低 這個非常低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那 如果你第一年就被CC++打掛了之後 你從此 沒有學好任何一個語言 不要怪CC++ 也不要怪老師 很多人 自己學就可以了 不需要靠老師 javascript CC++ 這種東西 其實都可以 不需要靠老師自己學 再學起來 國中生就在學 但是 畢竟老師還是有責任吧 老師還是應該讓各位走一條 比較順的路吧 可是 這裡就有問題了 當老師給你們 一條很順的路的時候 這個人很可能反而因此就毀了 為什麼 充滿挫折的人生 往往 會培養出 非常強大的人 人格特質 完全沒有挫折的人生 培養出來的就是 富二代 魏公子 音樂家能夠 躲走他的耳朵 被奪分 OK 是 我覺得 這是這樣子的 所以 到底 教怎麼教 其實 我覺得一直是很困難的一個問題 那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是 還是要看你自己 有沒有 真的很熱衷於這個 這個程式上面 我覺得 大部分學不會 以我的例子來說 應該是 就是 沒有 就是 一直在接觸這個語言 就是 只是 課堂上學 之後就是 就是沒有 就是複習之類的 我覺得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呢 這一點就是 我們一直很大亂 應該是現在的 一種 慣性 慣性 什麼樣的慣性 就是 只是為了考試 而考試 而不是 而不是 因為是自己的興趣 而 而會去學這個語言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關鍵 你講到這個 非常關鍵 我現在 上一年級的課 我就 有一個問題 其實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都很認真學好 但是到了快期中考的時候 紛紛都不認真了 為什麼 上課的時候再準備期中考 或幹嘛的 念化學 對 我會覺得現在學生就被考試綁住了 對啊 對 那 那 學這個東西其實 我覺得密集還蠻重要 其實還蠻多 還蠻多 還蠻多業界會去 就是像是 就像是你要去業界實行 一樣 就是他們會有一種密集的課程 會教你 像是一兩個禮拜啊 或者是一個月之 就是那種密集的課程 對啊 密集而且專注其實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們的課程設計 剛好是這樣 非常平均 大一呢 國音樹 理化之類的這些東西 通通都有 微積分 然後 程式設計只是 可能八顆裡面的一顆 就是沒辦法專注在那個上 對 那當程式設計只是八顆裡面的一顆 大家又去覺得說 OK 程式設計既然是八顆裡面的一顆 我就花八分之一的心理就夠了 你八分之一的心理可以學會程式設計 學得很好 那那些學得很好的人他是怎麼學的 好 剛好 講到這裡 我們可以岔開到另外一篇上面 學得很好是怎麼學的 我覺得綜藝你其實 有很多地方其實很好 比如說你會氣而不捨 你會一直問問題 但是我覺得你有些地方呢 就是 就是 你依賴 這一點 如果你能改掉的話 你會成長很多 問題 想辦法解決 這樣子 你會成長很多 OK 那當然你可以求助 可是這個求助的情況之下就是說 OK 我試了 我也知道你試了很多 可是 怎麼講 你卡住頻率似乎非常非常高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頻率是如此之高呢 我一直很難理解 這一點 我覺得你似乎 就是 學習方法有一個很 很 不是很恰當的學習方法 對 導致說 你 你最後卡關的頻率會很高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要稍微去觀察一下自己的特質 對 你去觀察一下自己的特質 你要去改進一下這個 我現在給你一個學習方法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一種學習方法 但是 仔細想想很有道理 來 先看他的東西 講得真的很怪 好 我開始講原理 人很犯賤 中間有一些髒話我不講 做事情他都要問why 否則他就不想做 然後知道why之後 他就會想 what to do 先問為什麼 然後說我要幹嘛 好 那最慘的地方就是 初學東西的時候 不要用大腦 要用肌肉 用肌肉 用肌肉 用肌肉怎麼學 如果你一開始用大腦學 你就慘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獻祭 也是很多人 學東西學不起來的原因 看到這裡 你會覺得荒謬 肌肉怎麼能學啊 這跟神經學和生理學 通通都不合 但是 他在這裡說的用肌肉 是個形容詞 你不要把它當成是科學 它是個形容詞 就是 你要用力學 用肌肉學 用行動學 而不是用大腦在學 你大腦只會抗拒而已 大腦在學一個新東西的時候 只會排斥而已 所以你要用肌肉去學 你的肌肉會有記憶 其實記憶當然不見得是在肌肉 很多時候是在你的小腦 你的眼腦 你的脊椎 你的大腦也有 但是你只要重複 你就會有記憶 很多東西不是用背起來 我們一直 教育體系就是考試考試考試 最後就是叫你背起來 你還用背起來的方法再學成事 你肯定學不會啦 你肯定學不會啦 你要用肌肉去學 你學成事是什麼 就是我要去寫 但是問題是 你一開始要怎麼寫 看成事寫 看成事寫 這是一般人的想法 一般人的做法 但是這裡面他的 他的做法跳脫這個傳統 他的做法是什麼 繼續看下來 他說 你的肌肉有記憶 只要重複就會有記憶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練五次 他就會有記憶 所以先不要問為什麼 你做就對了 你不要想 想說 一邊想 然後一邊改成自己想要的 不要創新 創新是一種疾病 在學東西的時候 創新是一種疾病 他根本就 還沒有學會東西的時候 就去創新 那只是搞死自己而已 所以 在學東西 學成事語言的時候 第一個 你就給我寫Hello Word 第二個 接下來 你已經比較會了 你要寫一個 比較有應用的東西 你就給他寫留言吧 就是這種 或編輯器這種 經典的 不用想 反正那個功能 你已經用過一千次了 你就寫那個東西就對了 你會寫那個東西 接下來呢 你就寫更大的 留言板會了 網誌系統 夠清楚吧 你能不能寫一個網誌系統 你寫得了網誌系統 你寫得了網誌系統 最常用來寫什麼 網誌啊 最常用來寫什麼 留言板 Facebook也只不過是一個留言板而已 Facebook是什麼 巨大留言板 對啊 巨大留言板 巨型留言板 只不過是他有很多人在這邊 你可以在別人的那邊 你也可以在自己這邊 你也可以在社團 你也可以在社團 做留言板很可恥嗎 做留言板很高尚 是學技術的捷徑 為什麼不做留言板 為什麼大家去想說 我要做一個人家沒有做過的東西 我覺得你們專題死就死在這裡 你為什麼不做留言板 為什麼不做網誌系統 如果你的留言板做錯 還像Facebook一樣 誰會說你的留言板做得很爛 還不可以當專題 好不好 我們就會去創新去挑戰 錯 剛學的時候千萬不要創新挑戰 不要讓大腦介入你學習訓練過程 特別是創新 創新就是說我要用大腦 不對啊 你剛學根本就不需要用大腦 你不要用大腦介入你學習過程 那你會去想 但你這時候反而要盡量去排除 我要去想到底為什麼這件事情 一旦你一直讓大腦介入 你就會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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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問題是你這時候問Fight有什麼用 你這時候問Fight有什麼用 因為你完全不懂 你問了這些Fight和Fight最後 你的大腦就當機了 你又一直在Fight和Fight裡面就出不來 那我們大腦會一直問 大腦的責任就是問 而不是行動 但是當我們的大腦一直在問Fight Fight的時候 他就說我不知道現在到底是什麼 情況 那你在學你到底在學什麼東西 他會跟你的身體做抗拒啊 這時候反而就是不要讓大腦介入 那你就去行動 我就去學 那這時候怎麼學 有很多人學英文就是背文法 背單字背文法 試圖掌握規則 問題是單字和文法是給人背的嗎 那個東西你一看就想睡覺了 你的學習效率會超低的 就算你掌握了文法 掌握了單字掌握了路 新手沒有辦法根據路而展開世界觀 因為這個世界不是路而不可所建構的 不是根據那些規則所建構的 所謂的規則就是我們從這個世界去歸納歸納歸納 到那種最簡化最簡化的東西 最後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出現了這種叫規則 你能夠用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來掌握整個世界的運動情況嗎 沒有辦法啊 你連電風扇為什麼會這樣轉都搞不清楚啊 那一開始你就去學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然後說因為我要蓋房子 或我要搭橋 或我要坐一台車讓它走 所以我要先把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學好 你覺得有道理嗎 所以我覺得它看到一個非常奇特的點 這個是我沒有想過 但是我覺得很有道理 特別學程式就是這樣 學語言也是這樣 台灣學語言都是從文法開始 所以很多人八百年學不會就是這樣 我就是其中一個深受其愛的例子 當然我不能說深受其愛 最後我現在還是可以跟意大利人的那種 不是很正統的英文聊天 如果我跟英國人聊天 他們會覺得我文法很怪 但是 說話一 最後真正學語言的高手是誰 小孩 小孩才是真正學語言的高手 大人通通都學不會 小孩隨便學就會 小孩的可塑性真的很高 大一會兒我們會有一個例子 用騎腳踏車當例子 你會發現很有趣 世界上各個領域很多都是這樣 就是說 規則只是最後歸納出來的那一部分 那是千百年累積出來的那種規則 你現在看到的規則 法拉第、馬克思威、牛頓 那些規則都不是一個人做出來的 但這些規則有沒有用 很有用啊 馬克思威幫城市多有用啊 可是問題是 你一開始就去選馬克思威幫城市 企圖了解 了解電磁波 你又搞死啊 電磁波不是這樣了解的啊 你要先了解電磁波 先照著人家的模組 把元件插上去 然後用四波去量 然後接下來你就收到那個電磁波 直接把它撥出來 原來這樣子就可以收 這才是了解電磁波的路 而不是說 我今天先學了馬克思威幫城市 然後學了安培定律 然後學了法拉第定律 之後我去理解電磁波的 但我們現在的 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 通通都是 學馬克思威幫城市 學安培定律 學法拉第定律 然後說你了解電磁波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高教體系 問題是現在技職體系也走這一套啊 現在 技職體系很多 跟高教的做法一樣 因為老師都一樣啊 老師都是台經教來的啊 所以 教法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就是 戲中式的教法 教你從規則開始 而不是教你從現場開始 但是 從現場開始 反而 在學這些東西的時候很有效率 你從規則開始 你會死得很慘 寫程式也是這樣 你照著別人的example做 一開始會動 但是效率不好 你寫的程式超噁心的 沒有關係啊 會動啊 會動你有感覺慢慢在改就好了 最後修到最後變得很漂亮 人家會說 你沒有照正確的best practice寫嗎 不會啊 很多人說你現在寫程式寫得很爛 你看 那種 你知道 之前 有一篇文章是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你第一年寫就是 直接printf hello world就好 或者 以javascript 就是console.log hello world就好 第二年寫的時候 你對Hello World 你就要 這個Hello World 為了要讓它可以重用 所以呢 我不能這樣寫 我就要先做一個前置的一大堆 動作 比如說先share got一個變數 叫message 然後再print那個message 這樣程式就變長 接下來呢 就要考慮到物件老項 考慮到模組 考慮到封裝 考慮到一大堆東西 最後你的Hello World 變成100行 然後到了第10年之後呢 這個Hello World 你又覺得 我幹嘛寫那個100行 只為了印一個Hello World 所以又回到 printf hello world 軟體工程是什麼 繞了這麼大一圈 對 那些都有道理 那些都是軟體工程 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業界實戰專案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有用 但是你一開始 就要把那個那進來 你絕對學不會 一開始就是二搞一通 然後看著人家的範例 別的範例 學得不錯 改改改改改改 會動 好繼續改 改到一定程度 你發現 我差不多都了解了 我重寫一遍 好 重寫一遍 全部自己來 會了 沒問題 你就學會 不要去想創新 不要去想說 OK 我要做一個新的程式 你就做留言板 就做 記事本 就做編輯器 就做圖片檢視器 如果你是視窗 你看別人 你最常用的程式是什麼 那個程式不要太難的 你就做它就對了 謝謝留言板 對啊 幾乎 幾乎 現在上億了 最常用的就是留言板 對啊 那留言板不可恥啊 留言板你能夠做得像Facebook一樣 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事情 哪可恥啊 好 所以他說如果 如果一個新手 花超多時間學語法 然後去找語言的Best Practice 就是最佳的 最佳的練習 然後呢 最佳實務 然後試圖去背 如果book 背文法 背單字 然後讀完整本的Design Pattern 或 讀完 Design Pattern 這已經不知道程式了 讀完整本的Design Pattern 再來寫Core 好 這你什麼都寫不出來 會鬼打牆 我不要犯錯 要怎麼保持完美 Design Pattern 就教你保持完美 最後 你就會一直問壞壞壞 好 到這裡就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也有人那樣學啦 可是那樣學是一個 很長的過程 但是 不見得很有效力啦 我就是那樣學來的 我不是這樣學來的 但是 那樣學來其實 不是有效力 我親身就經歷過嘛 我整個大學 其實我花了超多時間在寫程式啦 但是 沒有老師教你用這種方法 來帶 結果 我們一直到大學畢業 學的都只是小程式而已 但是現在的世界已經變得很複雜了 你大學已經不再只是能寫小程式了 為什麼 四年其實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你四年絕對可以學到 把程式滾瓜爛熟 然後再爛熟 變成 變成 變成一個領域的 專家 還要更多 OK 所以 你 大學 最後只能夠學到小程式 這是有問題 這是有問題 他們不是這樣學 為什麼 因為他是數學系的 他根本不是學這個的 所以 他們 他們不是受正統的職工訓練 而且我覺得 對 對 S-Dite來講 他有一個特性 對他來講 似乎幫助很大 因為我家他網友 常常會看到他分享 有一個特性就是 他學速讀的 他上次說什麼 他說 速讀是什麼 速讀的最大訣竅就是 我們人在看一個文章的時候 往往我們看的時候 會在心裡默念 然後默念出來之後 這個默念出來的訊息 再傳回腦袋 再從腦袋再吸收一遍 事實上你看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腦袋了 那為什麼還要再默念一次 再倒回腦袋再吸收一遍 這樣子過程至少慢兩倍以上 很可能是慢五倍以上 可是問題是 速讀就是剛好 要求你做一件事情 你的腦袋不要介入其中 當你眼睛一看 進入到腦袋之後 就直接吸收了 不要再默念出來 再回去 再倒入你的腦袋 再重新吸收一遍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速度就可以提升五倍以上 我覺得他很多東西 是從他學速讀的經驗得到 把腦袋的角色先去掉 我覺得從速讀裡面 他會講述這個東西 他會講述這個東西就是從速讀裡面得到 他會講述這個東西就是從速讀裡面得到 第一次上我的程式設計課 速度還要慢 我比他們慢 我已經學了快30年的程式 但是我反而比他們慢 他們幾乎在那邊我沒有教什麼 他們就一小時之內幾乎大部分的人都把它做完 我反而比他們慢 我反而比他們慢 這個東西在拿到另外一個 他這邊舉的一個例子 因為像他們已經SVN用很熟 這是之前的一種版本管理系統 在更之前叫CVS 當他們學完SVN之後 他們要學Git的時候 現在大家都用Git Github 當他們學Git的時候 發現學超久的 這個經驗我沒有 因為我本來用過CVS 但是那個非常不熟的 然後呢 後來離開松下之後就沒再用 或只有在那段時期有在用 所以我其實不熟 我現在學Git的時候 我發現 其實也是學超久的 但是超久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我沒有真的去用它 第二個 我沒有真的去跟人家合作 你只要真的去用它 真的去跟人家合作 你先不要問為什麼 反正你會基礎的操作 就是幾個指令 試著打一遍 然後東西就上傳 就這樣 然後再幾個指令 試著打一遍 東西就下載下來 就開始編了 再重新上傳 再下載 這個過程 你幾乎跟人家合作 一天之內你就學會Git 就非常熟 但是他們已經學會SVN的 他學Git就學超久 根據他的經驗 為什麼 他們一直在想 這個Git指令 到底對應到SVN的哪一個指令 當他這樣想的時候 就死定了 因為 Git跟SVN的設計 理念完全天差地 完全沒有辦法這樣Mapping 所以他就學超久 反而專家熟練的老手 對版本管理系統很熟的人 學不會Git 誰學得最會 新手 完全沒有用過版本管理系統的人 一下就學會了 而且他有在公司裡面 那公司裡面的人就說 你現在把他Communer上去 你現在先去Clone下來 然後再Communer上去 改一改這個模組 OK 就這樣他根本就沒有學就上升 公司的環境可以讓你很快的學會 像這樣的事情 我一直到什麼時候才真正 開始熟悉Git 就是最近我在做邏輯語專案 邏輯萬博語的時候 我才開始真正熟悉Git 就這幾天的事情 也沒有到多熟啊 但是我覺得我大概已經都了解 他到底主要的流程是在幹嘛 夠了 Git指令也很多啊 就像GCC指令 多到你一輩子幾乎都用不到一樣 對啊 Git也是 對啊 我說的GCC不是只是一員指令 我說的GCC是指 光是GCC那個指令的參數 你就根本記不起來 超多的 你打那個MANGCC 列出來 一頭拉股 你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從何看起 這就是試圖把整個世界 給規則化的結果 就是GCC的指令表 那個東西是拿來參考的 就是用Google取代就好了 幹嘛要背起來 不需要 所以新手學Git很快 有教學照著打就好了 然後照著打打完之後 就開始去跟人家合作 就這麼簡單 黑客松一次就結束 你就Git就學會 黑客松還不是專門為了寫Git 而是為了要跟人家做專案 就學會 他們學SVN的覺得Git command 超級nonsense 但是對我們來講不會啊 哪裡有nonsense 不是就應該是這樣設計嗎 那學人類的新語言也是一樣 而且特別嚴重 所以在學語言的時候 你會驚慌 你會一直去問What What 一直想把他納嘟到你的心智理解裡面 最後去問What 然後大腦就卡住 回答起來 我覺得這是有道理 你學程式語言 你一直在問What What What 結果 最後就是 你根本寫不出一個系統 那該怎麼學 那後面這裡還有 其實這不是我講的話 他們的回應都寫 有些覺得 其實他有沒有說 SVN有沒有說不要問What 不是 他就說你在初學的時候 暫時先壓制住自己的大腦 不要一直去問話 答案 但是一旦你已經過了那個門檻 已經60分的時候 你在問話的話 按壞就OK啊 你還沒過那個門檻 一直問話的按壞的話 你會不會打槍 好 所以呢 我覺得我很喜歡他這一篇 所以我把它直接錄在我的網誌裡面 然後 OK 這是剛剛那一段 然後呢 我覺得 像你如果學過物件導向 你學過C-sharp 你再來學JavaScript 你也會鬼打牆 為什麼 因為JavaScript的物件導向 不是C-sharp的那種物件導向 它是圓形導向 那你一直用封裝繼承多型這種概念 再去看JavaScript的物件導向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一直在鬼打牆 什麼東西啊 到底要怎麼做繼承啊 一直問怎麼做繼承的時候 你就落入陷阱了 JavaScript沒有繼承 它有圓形 那它要怎麼做繼承 圓形的圓形 圓形 圓形還可以有圓形啊 這就是繼承 各位知道 金庸小說裡面有個人物叫做王與焉吧 天龍八部 王與焉 他其實不會武功 他學武 但是他是一個武術理論大師 為什麼 因為他幫他的表哥慕容婦 看武功秘籍 然後看了之後呢 告訴他表哥該怎麼練 對他自己不練 然後表哥練 然後所以他最後呢 就跟我們學術界的理論大師都是一樣 我覺得台灣太多學術界理論大師都是王與焉 不是葉問 葉問是一個打十個 但是那個王與焉是 只要一個小混混來他就掛了 要趕快跑 葉問現在不是一個打一萬 一個打一萬是超人吧 葉問三 葉問三 變一個台灣 這個就誇張了 對不對 但是王與焉的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太多都是王與焉啊 王與焉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他就是念了一大堆書 他就想把這些書給套用到現實上 他一直用他的理論在看這個世界 然後希望說這個世界照著這個方式運轉 寫論文幹嘛 寫論文就是說OK 我現在企圖建出一個理論模型 這個理論模型要把這個世界納入運轉 但是寫論文很多是實驗性論文 好像應該是我做了一個實驗 我得到了一個明確的結果 我寫成一篇論文 那這兩邊都需要 像愛因斯坦的論文就比較偏向於剛剛那種 無中生有 相對論純粹從腦袋裡面演繹出來的一種作品 但是法拉第的作品就是 他去做了電磁學實驗 做完之後他寫成一個論文 這兩邊的人都要有 如果只有一邊的話 你的科學進步不了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的狀況就是 大家都是王宇淵 大家都企圖用理論去建構整個世界 但是沒有用肌肉 你說台灣學術界大學老師能打的有幾個 能打的就是能上場實戰 你說有多少老師可以寫出一個 用Web寫出一個網誌系統 或者是用Web寫出一個留言 比較複雜的留言板像 Twitter這樣 有多少大學老師會寫Facebook那種 BigPipe的程式 什麼叫BigPipe 就是你一直往下拉 它會一直出現 設計硬體的老師 有多少大學老師他自己設計過CPU 這讓我有點想到周星馳的什麼電影的樣子 我只是想要混口飯吃 對 不是啊那個足球那個 我想要打球 這 什麼 這是少林足球的對白嗎 對啊 我想要打球 我想要踢球 這是哪一段啊 我怎麼沒有 這是那個啊 那個 豆腐雞鋼隊啊 打球不是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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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之前其實還寫過一篇王語焉的文章 天啊 我到底在寫什麼 說 一直背一直背 最後你就會變成王語焉啊 但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 現在的體制太多王語焉了 好 那 後來我看到這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喔 這個影片 等一下我再播給大家看喔 因為我現在播的話 他在錄影的話 會不好 會清全 好 這個影片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他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實驗 這個人很有行動力 他親自去做這個實驗 做什麼實驗呢 這個後面 後面這是他解釋的 其實是這個影片 卡達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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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卡達恰 沒什麼 只加了一個東西而已 就是 當你左轉的時候他會右轉 當你右轉的時候他會左轉 但是你要學會騎這台卡達恰 很難 對一個已經學會卡達恰的人很難 但是相反的 相反的 對小孩 雖然他已經學會卡達恰的人 不難 對完全不會卡達恰的人 根本就不是問題 根本就不是問題 因為 因為他沒有那個反射動作 所以 完全不會卡達恰的人 學這種跟學另外一種是一樣的 OK 所以 我們其實這個 非常符合神經網路的理論 我們 我們人工智慧裡面的神經網路是什麼 他訓練訓練 訓練到最後 達到一個穩態 穩定狀態 穩定狀態之後 他就不容易改變 但是這個穩定狀態 也就是你學習的成果 你現在突然之間 把左轉改成右轉的時候 這些人通通的死光 如果學完這個的話 會不會左右不分 會 所以這個人呢 他很有行動力 他做了什麼事 他自己 為了要 了解自己到底 學不學得會這個卡達恰 他 花了八個月 終於把他的習慣改過來 左轉變右轉 右轉變左轉 他終於八個月之後 他可以很順利的騎這個卡達恰 但是問題來了 接下來他去試驗我 可不可以騎原來的卡達恰的時候 他發現他不會 正常的卡達恰他已經不會騎 很多人會覺得 他在騎正常的卡達恰的時候 他覺得 你這個人是智障嗎 但是沒辦法 因為他已經訓練成 他騎反向卡達恰 他沒有辦法騎正常卡達恰 我們講結論 如果你出入門要去選一門技術 怎麼做 第一個先去找專家的實作方法課 我們直接看他的文章比較有趣 他說 欸? 這引用連結引用錯誤 還有這一篇 是這篇不是那篇 他說 OK 去找專家的實作方法課 然後呢 實作方法書 快速跟他做一遍 一模一樣的做 不要自作聰明改 也不要問為什麼 不要問就是不要問 然後呢 你一定照做一遍 整個照做一遍 之後 然後呢 會動 你確定他會動 接下來呢 你把你的成果做一點小修改 修改什麼 就是說 OK 我現在真的開始要 有一點創新 但其實不是創新的 是說 讓他多一個功能 當你要讓他多一個功能的時候 那 看看他還會不會動 OK 然後 會動了之後 再去查位 再去查位置 那 你五天都做這件事情 五天 你就可以掌握60分 所以如果各位還沒有學位程式設計 你試著這樣子做做看 怎麼做 OK 如果你有老師 那很簡單 就是照這樣做一遍 老師教你做 如果你沒有老師 一個辦法 你上Github 把一個適當的專案 譬如說就是留言板 不要找什麼別的其他東西 我覺得我Github Opensource的留言板找一個 其實線上不是做那種學習性的嗎 有啊 但是 但是 那種 不是照這種方法 因為他這個是直達目標的 那個一關一關的還要一直一關一關 他不是照這種方法 這種方法就是 先把最後的東西做一遍 所以你在Github找一個留言板 然後呢 把他的code clone下來 然後run一遍 沒有問題 接下來走在 試著趕 但是 沒有問題的之後 你就試著模仿他做一遍 從頭到尾模仿做一遍 不要問為什麼 就模仿做一遍 就對了 你把他 從頭到尾 程式通通都 打一遍 做一遍 暫時不要去問 為什麼 等到你做完了 然後呢 接下來 你開始改 加一個功能 這時候你就一定要想 不然你怎麼加功能 沒辦法 你就得了解 欸 到底這段是什麼意思 到底那段是什麼意思 這時候你來加功能 你這樣子做五天 你就會達到六十分 所以在前三個小時 不要問what 否則五個月都學不起來 但這是他的講法 但是我覺得有道理 所以你看這個 他的東西其實蠻多人分享 我覺得很有意思 那 剛剛的這一個 像 像這個啊 你去看他的原文 貼文的時候 你會發現 很有趣 他這篇很多人分享 那 五百三十一個分享 說 有些人就在講 Git根本違反人性啊 之類的 那個就是已經很會SVN的人 才會覺得他違反人性 那 欸 寫程式 實際 動手摳的話 才會有印象 才會真的有感覺 OK 所以 太多人學程式都在理論派 我現在看到 大二的在學資料結構怎麼學 考試啊 老師考試啊 我們要學資料結構啊 我問你 我就問他 那 你現在要做一個 立回程式 把那個鏈結穿面 反向印出來 我說 那你為什麼不寫一遍 不會寫啊 要考試了 然後拿那個 課本來問我 課本寫的是演算法 我說 我說這個演算法其實寫得很清楚啊 寫得很好啊 你照著他做 其實你就可以做出程式了 問題是 大家做不出來啊 為什麼 因為要思議員啊 他不會用那個 結構初始化設定值 你會不會 你們知道 思議員的結構初始化設定值要怎麼做嗎 Struct Struct裡面的Member 我要把它Initialize 你們都忘了啊 對啊 所以 那當你 當你這樣子的時候 你去學 你學資料結構的時候 你有直接去寫程式嗎 我幾乎都看他的範例 對 你看他的範例你有寫嗎 有啦 還是有 多少還是有寫在那個記事本上面 寫記事本 不是 就是 自己買那個本子 寫記事本 那不叫寫程式 那叫做筆記啊 寫程式是要上電腦寫要編譯 寫程式是要上電腦寫要編譯 要 要執行耶 所以你們都是資料結構的王語焉啊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考 我們寫出 可以寫出那個理論 就是 寫出理論 全部都要寫就是理論 對 那大學 程式教育失敗 就失敗在這一點 你居然學了資料結構 不會寫資料結構 但是你都把它考試考過 你不是大家都變王語焉了嗎 那是什麼 你用紙的記事本在學資料結構 你到底在學什麼 你為什麼沒去自己實做一個鏈結串列 資料結構第一關最重要的就是鏈結串列 再來的話第二關是什麼 數 二元數 你為什麼不自己去用紙的語言 或用其他的語言去實做二元數 你為什麼不用真正的程式去寫出雜錯表 資料結構你只要會這三個 我覺得你就有60分了 其他的都是為了60分到100分之間的問題 但是現在大家考試都考超過60分 可是問題是真正寫程式都不會 這我們大學教育非常 程式教育非常 失敗的地方我覺得 學完資料結構變王語焉 學完演算法也變王語焉 你有去寫過演算法什麼程式 我剛才教理論 對啊 原算法 好 那就算教理論好了 請問你們學完之後 你原算法到底學了什麼 原算法到底是什麼東西 隨便舉出一種演算法呢 不是還記得那個什麼 術的走法 術的走法 正序 前序 中序 後序之類的都有走法 對 這種我還記得 對 你有實際去寫術的走法嗎 只是背他的走法 沒有 只是把它背下來而已 所以啊 又是王語焉世的學法 不是嗎 好像也是這種 學程式用王語焉世的學法 真的害死人了 我覺得應該是 老師就是這樣講的 所以 所以這又回到我們剛剛的問題 為什麼良率這麼低 良率這麼低 大家都在用王語焉世的學法 最後出來就很會考試 不會寫程式 我跟各位講我大學的一個故事 那時候我們戲上 我二年級 我們戲上要派對去參加那個 全國的那個城市設計大戰 一個戲只能派一對 結果 我跟三個 兩個 跟兩個同學總共三個人 就組了一對 我們三個其實不是很強 三年級有一個 女學生超強 女學生現在是中華網農的執行長 他已經不是現在 他已經十幾年前 就當上中華網農的執行長 那 基本上中華網農這家公司 就是由他來成立的 基本上就是 因為那時候自貫科技 分出來之後 自貫科技當初靠他也賺了很多錢 那 這個 他們也組了一對 結果 發生什麼事 戲上只能派一對出去參加 戲上決定說 好 那就先來個比試 看誰成績高誰就出去 結果 我們三個考的成績比較高 女學生就被我們做掉了 我們出去 一出去跟人家比 完全掛點 一體都沒解出來 人家有三體 結果隔壁的資工系 焦大資工系 去 三體都解出來了 他們還把那個電腦的機殼拆掉 然後電風扇在那邊吹 刻意讓它超頻散熱 就為了讓他們程式執行速度更快一點 我們什麼都沒做出來 三體連最簡單的一體都沒做出來 如果當初是旅學生去的話 我看 這有得拼 很可能 第一名是焦大資科而不是資工 問題是 比考試我們會 比起的程式我們很弱 很怕考 沒辦法 沒辦法 為什麼 我們就是那種黃宇彥式的學人 女學生他是真刀真槍的在幹嘛 女學生他從大學二年級 就已經寫出一個非常好玩的遊戲 市面上已經在賣 那跟我們這種理論派就是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所以回過頭來 你說他這種學法 有道理嗎 我是覺得非常有道理 很多人都覺得都會回顧這一篇 有一些蠻有趣的 像舊人在推薦這本書 結果我就去買 還沒到 看完再跟各位講 那 然後 怎麼樣學一本技術 怎麼樣學程式 怎麼樣學語言 我覺得他這一篇講得非常有道理 OK 好 那 所以咧 所以咧 回過頭來 回到我們 我自己的文章裡面 我的問題是 一定要在大一學C和C++嗎 大一學C和C++這麼難的語言 對你來講是加分還是減分 你學C和C++你有辦法說我今天做留言板嗎 那你不能做留言板的話 你到底專案要做什麼 你會說我的專案做一個編譯器嗎 有這個能力嗎 或乾脆寫個作業系統 有這個能力嗎 那沒有的話 你第一年用C和C++ 只是 讓自己學習變緩慢 然後 讓自己做不出作品以外 你有什麼 太大的好處嗎 C就是用來寫作業系統 用來寫編譯器 用來寫主義器 用來寫虛擬機 用來寫那些需要速度很快的工具 需要控制硬體的工具 程式 但是我們大一通通都不做這個 那就把你的應用毀了嗎 你寫應用的能力就 不見了 有些人自從大一被打垮之後 三年都沒有起來 就從此沒起來 所以 我今年改用JavaScript來教 你至少可以用JavaScript寫流音版吧 對啊 你可以用它來寫速度吧 速度 你可以用它來寫 寫很多其他的程式 譬如說翻譯系統 OK 你甚至可以用它來寫 譬如說 胡子齊 都OK的 考試系統 OK啊 對啊 你可以用JavaScript 甚至不需要搭配後端 你就可以寫出一些東西了 那等到搭配了後端 你幾乎什麼都可以寫 真的啊 現在 舉個例子 我其實開始學Node 到現在大概兩年吧 就是現在要寫什麼 已經幾乎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去做邏輯語的程式 我覺得得心應走啊 因為我之前翻譯程式我就做過一遍 很多東西你重複重複重複 你最後在這邊就會累積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創新了 但是一開始就要創新 不要 一開始就寫流音版就好 一開始就寫小翻譯系統 不要去創新太多 那 很多學校在教網頁設計裡面 叫JavaScript 他把JavaScript當成不重要的角色在看單 那其實是教HTML 不是在教JavaScript 但是HTML只要教一堂課就夠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美工的話 教一堂課不夠 對啊 因為你寫程式的人 我只要會了一個區塊一個區塊弄出來 會了Table 我HTML就學完了 我會了FORM 學到FORM就學完了 FORM input 對啊 那BOOSTRAP 那BOOSTRAP 你現在也知道BOOSTRAP很好用 當初 當初講BOOSTRAP的時候 你可能用一頭戶水 那是什麼 對 但是你現在用過之後 你真的有學什麼BOOSTRAP嗎 也只不過是剪剪貼貼而已 就是 改改 就是你還是要知道上面那些 對 你知道說 這一段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好 剪下貼上 OK 改一改 就是這樣 BOOSTRAP的用法就是這樣而已 我一定要了解BOOSTRAP背後的設計原理 我才可以使用BOOSTRAP嗎 不對啊 同樣的 我需要了解 遊戲引擎怎麼設計 我才可以寫遊戲嗎 不是啊 現在以前的遊戲都是用什麼 我兒子 我發現他們會寫遊戲耶 我不會耶 他們用軟體的 他們用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用軟體的遊戲 他們用光陰戰記 直接寫遊戲 因為光陰戰記可以允許你創造出同人遊戲 然後他就在光陰戰記裡面就開始 建立一個新場景 然後擺上一些關卡 好就開始了 那到底寫遊戲是哪一種 有一種遊戲工業叫遊戲引擎 那我們一直覺得寫遊戲引擎才是高手 寫遊戲是小角色 其實整個遊戲工業的主角 反而是寫遊戲那段 而不是遊戲引擎 同樣的 我覺得我同學在說 用S-Dite那種方法 用那種方法來學習 會搞死自己 因為根本什麼理論都不懂 就這樣子蠻幹 用肌肉在學 但是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 如果你今天學的是演算法 你可以用腦袋學 其實用腦袋學也不太好 最後還是要動手 但是沒動手的話就變回原 可是 你今天如果學的 我說 那很多人學不會動畫設計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老師帶的情況之下 他會用寫程式的人 特別學不會動畫設計 為什麼 因為他們 就在學動畫的時候 鬼打牆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是怎麼做出來的 這個遊戲引擎是什麼 光機追蹤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我要換個顏色 我需要寫程式 你學過你就完全知道 你只要把blender下載 打開 開始 拉 放 然後修改 塑膜 用擠出法 OK 擠 就可以擠一個模型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就 就 完全是操控的 你完全不需要知道 他到底背後有什麼理論 你只要知道我怎麼操縱 然後我一直操縱 就會 對 對 美術會有很大的幫助 反而不是演算法 演算法會有很大的障礙 他會搞死你 但是美術對你來講 設計遊戲的時候會有很大的幫助 剛好是相反 跟我們的很多概念 學習概念 截然相反 所以我現在在看 你現在如果今天你出去 你是寫C的 寫C++的 你會面臨到一個非常強硬的困難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會直接對上我們這一代的人 對 對 你會被我們這一代的人整個打趴 你的C和C++根本就不會 以我們的觀點來講 為什麼你不知道指標可以做記憶體印射書出入 為什麼你不知道他這一個C元 最後產生的機器碼會是長這個樣子 為什麼你不會用函數指標 為什麼你寫不出一個編譯記 為什麼你不知道作業系統裡面是這樣設計的 為什麼你不會寫驅動程式 隨便都有一堆人可以這樣把你打趴 你學C和C++出去市場 你面對到的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人 這一代的人幾乎都在產業裡面擔任主管 你的主管比強 好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的硬體產業正在衰退 我們軟體產業沒有起來 網路產業沒有起來 那 印尼產業衰退 像最近子光在併購一堆公司 其中也是像展訊之類的 台灣公司也 子光這個動作已經弄到聯發科身上 他想要跟聯發科合併 他沒有說併購 那事實上就是併購了 結果聯發科說什麼 熱見其成 為什麼聯發科要說熱見其成 因為聯發科的主力就在中國大陸 子光背後有超強的正商人脈關係 應該指通總書記 子光如果要併購台積電 台積電不會同意 但子光要併購聯發科 這有打到他的重點 所以如果台灣軟體網路產業還是沒有起來 你以後要工作的時候 如果硬體產業又掛掉 硬體產業不要全掛好了 就是衰退的話 你們就找不到硬體產業的工作了 一個衰退中的產業他不會增加了什麼 他只會裁員 就好像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一片出去的學生不管你能力怎麼樣 通通都找不到工作 我有個學生能力很強的 出去結果去做房屋中介 找不到工作 後來他又回到城市領域了 是在2011年整個衰退過去之後 他又回到城市領域 但是在那兩年即使是他都找不到 最優秀的一個學生也找不到 未來現在硬體產業正在衰退的時候 你要出去找 財源都來不及了 你很難找 除非你出國 你去大陸 你去 你去美國 去印度 OK 未來你可能需要走向世界到歐美印中去工作 這時候哪些技術會是很有價值 我現在看到的是 JavaScript絕對也有很高的價值 但是一直還有很多人把它當成Squit 認為它是一個不入流的小語 那些人其實不懂 我們只能原諒他 他們不懂 他們已經搞不清楚現在JavaScript是用來做什麼的 如果你懂JavaScript 你一定要懂JQuery跟Bootstrap 當然有些人不懂 有些人不懂 但是他還寫了網站 他還寫了 不懂JavaScript還是會寫留言板 這批人通常是哪裡的 走微軟路線 他用SB單內 後面用C-Shop再寫 前端微軟已經幫你都寫好了 你也不太需要改 然後最後他們寫了之後 我還寫 這樣子可以啊 這沒什麼不好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走JavaScript這條路 你會看到一個更寬廣的東西 你會看到 喔!JQuery原來這麼好用 Bootstrap原來這麼好用 接下來呢 Node 原來已經這麼強大 套件已經這麼多了 那更不要說這個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學過的 應該不是說沒有學過 沒有花力氣去學的 Angular和React 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很進階了 Fonecap我到現在也沒去用 NW我有用過它前一版 QML我稍微看了一點 淑的字沒有真正去寫 這些都是JavaScript 你很難在學校學到台積電 晶圓廠所需要的製程技術 你連他們生產控制系統的層次 你也沒有辦法學到 就好像晶圓如果不進去晶圓店 他根本不會去碰到他現在所寫的那種層次一樣 你在家裡要怎麼學這種東西 沒有啊 你沒有一個生產線讓你玩 沒有機台讓你控制 你在家裡要怎麼學這種東西 不可能 你在學校要怎麼學這種東西 不可能啊 學校有機台嗎 學校有廠房嗎 沒有你怎麼學這種東西 你在學校絕對學不會這種東西 但是你絕對可以在家裡就學會JavaScript 你可以用JavaScript 在家裡就寫出很好的網站 寫出很好的APP 甚至你可以用JavaScript 在家裡就寫出一個跟Facebook同等級的軟體 那一旦你會這個有什麼好處 JavaScript是通往網站設計最直接的道路 因為網瀏覽器裡面唯一支援的語言 就只有JavaScript 未來不知道現在到目前為止都是這樣 所以當你學會這個東西之後 你把你的程式能力跟網路結合 你就有通往全世界任何一個人 並向這些人展示你的作品 你的系統的能力 我發現這個能力現在對我幫助很大 比如說在邏輯語的領域 我發現他們對這種新技術很不了解 他們所有的程式寫法都是非常傳統的 舊寫法 雖然有人用JavaScript 但他寫出來的網頁還是非常傳統的做法 互動性幾乎沒有 我一進去我就可以寫RGONE POE的IDE 我就可以做很好的互動性出來 他們試圖在做很完美的Parser 這個世界不會是完美的 一定有人不照語版 有什麼用 有啦一定有用 可以檢查你的誘法最後對不對 但是可能就只有這樣用 但是你把這個東西結合到前端網站的時候 發現可以玩的東西超多 你可以在邏輯語的世界把它整個顛覆掉 我幫自己取了一個邏輯語的名字 叫Racodis OK 這是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邏輯語的大師 來教我好友 然後跟我聊天 那個邏輯語的大師是誰 他是最新一本書籍 2016年才出的一本書 他採用了一個非常截然不同的 羅輯語的教學方法 跟傳統的方式 完全不一樣的教學方法 然後他就來跟我聊 我不知道他是誰 我看他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天啊 而且新一代的語法 這是他提出來的 羅輯語延宕了幾十年的新一代語法 就是他提出來的 上次是碰到那個 克羅埃西亞的 焦羅伊錦宇的教授 這次是碰到 這一個人 這個世界很小 很快你就會全部都認識 羅技術的世界 好 所以 你會看到 台灣其實 在這一個領域缺席 在什麼領域缺席 在網路的領域缺席 Facebook Google Airbnb Uber QQ 百度 淘寶 通通都是透過網站或APP起來的 台灣在這一塊就缺席 也不完全缺席 但是 我們所擁有的都是國內市場 其實最近有一個APP很不容易打到國際市場 可是 我們的政府 和警察卻約談他們 就是黃立成的十七 然後呢 想辦法 跟他說你違法 他昨天才發了一個文 就記者去訪問他 他在講這件事 所以呢 我們寫了邏輯語的寫作ID系統 這是我們的系統 給各位看一下 我沒有用中文介面的 為什麼 因為 邏輯語 既然是面對世界 應該用邏輯語 但是呢 目前 介面 我決定先用英文 因為畢竟 英文還是大宗 OK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這樣選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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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read la book 不可 不可 欸 對 不可如果是動詞的話應該用呢 欸 這是邏輯語的規則 OK OK 我現在選動詞 選 一的話 我應該用了 都 都 面 都 面 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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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可以寫得出來 我根本不記得Masty 也不記得Cook Time 但是 我寫英文 我寫英文 他就不辦法翻啊 那這樣子 我寫完之後呢 這些我系統早就 都 都知道了 我現在如果 我跟 對方只會寫邏輯語的人聊天 我這個系統 我就送出完全邏輯語的版本給他 如果我是跟 就是 用英文的聊天 我就把這個系統輸出邏輯英語給他 我跟中文的人聊天 那 我就把這個系統輸出邏輯 邏輯漢語給他 我就可以跟全世界 任何會邏輯語語法的人聊天 這個能力 只不過是Java Speed 現在連Node.js都還沒用到啊 因為我還沒做聊天那一段 他做聊天那一段 才需要用Node.js 現在根本還沒到那一段啊 現在只是 我做了一個ID 就是 就像Visual Studio一樣 你寫程式語言 你需要 一個開發工具 我們現在寫邏輯語 我也是做他的開發工具 我做完他的開發工具 我要寫這個 這個語言就變得輕而易絕 一樣 這個能力 只不過是Java Speed的前端而已 接下來你接上後端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讓他接上 邏輯語語的人聊天 比較常用的一個頻道 接上那個頻道之後 你就整個聊天系統就做完 所以這種能力我覺得 就我來看 他非常有幫助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今天 你不是要去做硬體產業 你不是要去 走系統程式的路的話 你可以考慮從這邊走 這是一條 就是台灣的產業 目前比較弱的一個領域 我看到很多網友 他這方面強的 現在都混得很好 鄭影廷就是 鄭影廷是從Ruby開始 他不是從Java Speed開始 但是他也是做網站 他也是做這些 那像TonyQ也是 他們在這邊都做得很好 台灣也需要這樣的東西 不是不需要 你有這個能力的話 你除了可以走 創業 你可以接案 你也可以去公司工作 甚至你可以走政治領域 都可以用得上 誰把這個東西拿來做政治領域 TonyQ就把它拿來做政治領域 G0V的高家良 也拿他來做政治領域 之前非常強的唐鳳 現在也在G0V也是在做這個 所以這個能力我覺得真的是值得投資 所以我現在一年級我改用 JavaScript是這個原因 那 鄭影廷他現在主要是在關注在商業的Gloss Hack 什麼叫Gloss Hack Gloss Hack就是 我現在有 譬如說一個站上線 這個站譬如說是 是Uber或Airbnb 假設是Airbnb 那有些人用Airbnb就用到 譬如說登錄註冊完之後 然後呢 可能他PO了物件 結果我PO到一半 還決定撤下來 為什麼 你不知道為什麼 這時候他們就要去 去修改這樣的介面說 是不是我介面做的有問題 導致你在這一段的時候 你碰到了某個障礙 你沒有辦法再往下 那把這樣的問題找出來 讓他的轉換率變得高 變得很高 那最後他一路轉換到付錢的時候 你的網站就成功了 對 那其實Airbnb你只要PO了物件之後 就會開始進入一個 付錢candidate的狀態 就是可能付錢 為什麼 因為只要有人訂房間 那你Airbnb就可以賺錢了 那對方也賺到錢 那住的人也住到他要住的房子 山陰啊 所以Airbnb只要專門把這個東西做好 就夠了 技術很難嗎 給你看Airbnb 你可能不會想到 現在台灣有多少房子 已經在上面租了 使用Airbnb 然後呢 你想去哪裡 全世界 各個地方 其實我上次去威尼斯 其實我上次去威尼斯 才是用Airbnb去租的 你看他可以讓你選啊 你的網路好像慢了一點 從330到35000的都有 這個範圍是大了一點的 一般不會這樣 但是你看他這裡有個統計圖 對 大部分是在這裡 那你可能 其實我都是租大概2500以下 這樣子 你就篩選出來 你要的房子 OK 然後呢 點進去 點進去 就開始訂了 你可以透過Facebook註冊 我其實註冊過了 我好像也是透過Facebook註冊 現在不登錄了 就是你 你就可以直接 你這個按下去 預訂 等一下就訂好了 對不對 他這個有手機APP 所以如果你今天 用JavaScript這一套來寫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 用Phone GAP布在手機上面 用Phone GAP布在手機上面 基本上跟你網站這一套 還可以共用 可是需要修改一些東西 針對手機的東西 但是這個程式嘛 大部分可以共用 因為都是JavaScript OK 那我就曾經 用這個來租啊 我去義大利的時候 用這個 沒有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活下來 太好用了 現在Airbnb超賺錢的 他都跟Google挖角 Google的人 很多都被他挖光 很厲害一家公司 靠的是 靠的是什麼 網站 APP OK 所以台灣在這個領域 真的是缺席啊 真的是缺席 所以 你有了這個能力之後 你最後接到金流上面 你就變成延延不斷的印鈔機 Gloss Hack就是在做這種事情 那像有一個人 叫周思恩 他就寫了一個叫Qsearch 柯文哲打選戰的時候 他就說 我這個政策提出來 到底 大家的反應是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啊 Qsearch 就是讓你只要同意 安裝Qsearch之後 那 你就可以搜尋自己的網誌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背後有一個 已經在十二個端 把你的網誌全部都儲存起來 而且編好鎖印 就像Google一樣 所以他背後 你的資料全部在那裡 他就用這個來幫柯文哲說 OK你現在提出來的政策 到底這幾天 他的評價如何 走向如何 然後 這成了他打選戰 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 ToniQ也用這個 在設計柯文哲的野生官網 高家良在用在 G0V的開放政府資料上面 到處都可以用 真的到處都可以用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真的是非常棒的東西 你們 如果還沒有學 如果你接下來出去 你還是要走這個領域的話 特別是要走web的領域 建議你 趕快把這個學起來 好東西 那 還是有一些反對意見 像本來我寫 有一些不是反對意見 有一些是提醒 那 有人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提醒 像這個Unity 所使用的JavaScript 跟一般網頁的JavaScript 其實不一樣 所以 我那時候寫這個 他覺得怪怪 那 Unity的JavaScript 也應該叫UnitySquid 然後 像領域證就說 Bootstrap放在裡面 好像有點怪怪的吧 對啊 但是Bootstrap 對我這種美工白癡來講很重要 沒有Bootstrap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寫出 好看的網站 所以 其實 你需要什麼 你就拿來用 現在這個領域已經累積了太多資源 你只要把它找出來 接下來你只要直指應用 就可以 其他的 大部分的套件 人家都已經幫你做 那 有些人喜歡這句話 那 另外還有WebGL 可以把整個3D動畫全部搬到Web上 未來搞不好Blender會出Web版的規定 Qsearch的創辦人是周四人 我當初以為是Tony Q 有些人說很多教授不會Python 國外CS101都用Python CS101是哈佛大學的一門一年級的課 非常受歡迎 那個老師上課 就好像在作秀一樣 他有一堆的助教和那個人幫他寫程式 然後他可以上課上的展示了很多奇怪的東西 那C++學會不難學金不易 這真的 但是學金不易就是個問題 而且不只是不是金的問題 就是說他要能夠拿來用不容易 雖然他的影響力很大 但是他要拿來用不容易 他是最低階的高階語 奇怪吧 為什麼叫最低階的高階語 有些人說一開始學最難的C級 他程式自學就非常簡單 那你得跨過那個門檻 一開始就被打掛的話 你就連機會都沒有了 那有些人有其他的想法 這個是我上昨天錄下來 有一些人還是在爭議說 OK 譬如說JavaSquid其實不錯 那這些也都對 但是C++其實很難 選字公信沒人強迫吧 如果是的話 選你所愛愛你所選 那意思是什麼 你如果學不會C++你就轉系 這次我覺得這樣不太對 因為你一開始就叫人家攀登聖母宮 是很怪的事情 那C++不太適合初學者 他說 如果你選字公信有自走作業系統編譯器 對啊 你們選字公信有哪些人 有自走作業系統編譯器 那如果90%甚至100%的人 都不是走這個 我們教這個 為主力在幹嘛 那它有助於你理解更機器底層的東西 絕對 它有助於你寫那種非常快速的程式 有助於你做遷入式系統 絕對有幫助 可是問題是90%以上的同學 甚至99%的同學 都不會去做這些 你們4年 你有看過你任何一個同學 寫出了作業系統編譯器 主義器 虛擬機 遷入式嗎 我幾乎沒有看到我們系上的同學這樣做 我幾乎沒有看到我們系上的同學這樣做 那我們為什麼學CNC++ 有啦 遷入式勉強Arduino Arduino其實是C++包裝之後的結果 這算勉強啦 他說問題是要用C++ 這是我寫的啦 要用C++來寫應用程式很不容易 所以很多人學了之後不知道怎麼用 學了沒用的話熱情就沒了 熱情沒了寫不了應用 就掛在那裡沒辦法進步 可是問題是他說C++的應用還很多啊 不只愛CPCB生產控制 硬體代工驅動程式 如果你唸資工系只是學了非資工系的東西 會不會怪怪 這裡有一個刻板觀念 唸資工系只是學了非資工系的東西 那他說所謂的非資工系的東西是什麼 到底他指的非資工系的東西是什麼 我就是JavaScript 他就說那些小語言 根本不是資工系的正宗 JavaScript Ruby Python 這種 是屬於應用式的玩具語言 資工系的正統人一直有這種奇怪的刻板觀念 現在JavaScript是個小語言 不懂的人都會說他是小語言 所以我跟他講 簡單的是腦袋 不是語言 你學這個 你學這個 絕對不是玩玩而已 他可以做的事情超多 你可以寫出整個APMB 絕對沒有問題 Facebook只不過是用PHP寫的 他最早期都是用PHP寫的 現在慢慢已經有在改到別的語言上 但PHP還是佔很多 PHP都可以寫出Facebook NoteJS寫不出Facebook嗎 Ruby寫不出Facebook嗎 Github就是用Ruby寫的 有哪一個網站是用C元寫出來的 幾乎看不到 有啦 非常早期的那種 簡體轉繁體之類的那種層次 那種現在用JavaScript寫更好 為什麼要用Z 所以 不要去輕視這種語言 不要去輕視 你只要把任何一個語言學好 你都可以擁有超強的能力 但是那個語言有它適用的用途 你沒有想清楚 你去學了那個語言 有時候會把自己打過 你不知道那個語言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如果你不寫作業系統 你不試圖了解電腦的底層 不建議你去學C和C++ 但如果你要做那些事情 你應該學C和C++ 同樣的如果你要學網站設計 你應該學JavaScript 這是最快的路 因為你避不開它 OK 所以我覺得我們先講到這裡休息一下 它走了 太陽 不開不了 潮斌 太陽 你們 會實力